都说山外青山楼外楼 打野还是大波表姐牛 这可不是吹的 毕竟看看大波表姐为了捕捉到极品野物 竟然对着土堆大干特干了起来 直接将土堆挖出了一个超大的洞穴 实在是牛掰吊炸天啊 不过大表姐的这番操作 那可是带来了极致的收获 毕竟这还是第一次见到四五金一只的超级竹鼠王 这样的竹鼠在我们这里的话 怕是一只就要直上个上千元去了 而且这只超级竹鼠 可是被大表姐搞了个黄金脆皮猪的做法 属实是小刀划定给我开了眼了 看看大表姐打造的极品打野陷阱一发入魂 就知道表姐的野战实力有多强了 再看看表姐背着的极品野物 那真叫一个鸭子头顶战青蛙 顶呱呱呀顶呱呱 而且大波表姐可不只是对于大型猎物的捕捉 有着一套打野办法 对于小一些的猎物来说 大表姐打造的捕猎陷阱呢更是不拘一格 实战效果那可以说是荒野独一分的存在了 看这陷阱的效果吧 那真是小刀划屁股 给我开了眼了 除此之外大表姐那也是种田的一把好手 种植的庄稼更是生长得十分之好 那些想要悄悄染指大表姐的庄稼的小东西先 随时随地都有可能遭到大表姐的怒火 直接实现少走半辈子弯路的梦想 好了话不多说 大波表姐的打野生活第二集正式开始 作为重新回归打野生活的极品大波表姐 那开局自然是要足够炸裂才行 为此大表姐可是在山林内转悠了足足的三个多小时的时间 时不时的还得在树上留下印记 以此来防止迷路 最终靠着猎人的嗅觉以及女人的第六感 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地方有异常 因为地面之上有着野物活动较为新鲜的痕迹 为此大表姐决定在这里布置一个打野陷阱 看看有没有运气能够收获到一只极品野物 想要布置捕捉大型野物的陷阱 向来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一般来说可以选择挖出深坑 或者是制作杀伤力很大的攻击型陷阱 考虑到在这里挖出大的坑洞可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 大表姐还是决定利用收集来的树木和树头 打造出一个攻击型的打野陷阱 这也是它最为擅长的 借助几颗水平方向基本上一致的树木 便可以将长木棍卡在里面 随即将长木棍的异端调整到略低于膝盖的高度 并且利用树藤将其绑扎在树木之上 由于长木棍主要是提供打野时候的攻击动力 为此产生的形变可是巨大的 力量自然也是很大 因此绑扎树藤时 大表姐可是足足地用了三根树藤进行绑扎 并且还在木棒的尾部 再次采用了树藤绑扎 这般两段绑扎的方法可以很好地固定住长木棒 至于长木棒的头部那边是在掰弯它的时候 力举最大的位置 而且为了防止木棒头部回弹时发生偏移 大表姐还在旗下部绑扎了一根作为滑道的木棒 这样的话 长木棒回弹之际 便有了固定的运动路线 做完这一部分之后 接下来大表姐便开始处理起木棒的端部 在上面砍出凹槽 以便于随后凹槽处加装上整个打野装置的攻击武器长木刺 长木刺的制作方法也是极为简单 只需利用打野刀将其一端削尖脑袋即可 不过肩部的长度可是不能过短 保持在一尺左右的长度便是最佳长度 毕竟这可是用来攻击大型野兽的 过短的话 有可能扎中石扎的不深 过长的话有可能出现折断的情况 而像表姐手中这般的长度 那可以说是刚刚好 处理完长木刺之后 便可以利用树藤将其绑扎在长木棍端部的凹槽之中 由于长木棍之上有凹槽 加上木刺在削尖脑袋前也是被大表姐砍住了凹槽 为此绑扎时只要凹槽间互相卡住 再加上树藤绑扎那还是很牢固的 当然绑扎好之后 那必须将陷阱拉开 看看攻击效果才行 毕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啊 经过大表姐的几番测试之下 整个攻击部分可以说是十分的有效 这样的话 大表姐便可以来到打野装置下一步的处理当中来 这个时候主要是制作出发装置了 在攻击端后面固定上一组木棍后 便可以利用绑扎的树藤将打野装置给拉倒后侧来 一旦装置被触发 长木刺便会飞速击射而去 而触发装置则是两根绑扎上了树藤的木棍 将一根木棍固定在长木刺正前方15厘米的地方 另外一段的木棍则是在产生弹性形变的长木棍前段 中间卡上一根木棍形成受力平衡 两根立起来的木棍中间有着一根树藤 一旦野物触发树藤时 便会拉动立起来的木棍 一瞬间就破坏了打野装置的平衡 而长木刺便会直接击杀而去 至于效果到底怎么样 看看大表姐那一根木棍当野物触发树藤试试吧 不得不说 大表姐的这个打野装置的灵敏度实在是太高了 仅仅是一小根木棍便可以轻松地将打野装置的平衡给破坏掉 而长木刺的击打速度和力度 这怕是老虎溅了的流泪 狮子看见会心碎的节奏啊 确保了打野陷阱没有问题之后 大表姐先是重新地将陷阱给恢复到了平衡状态 之后又砍来了不少的树枝 在陷阱周围筑起了围挡癌 这样的情况下 一旦野物途经此地 那么便会有极大的概率走到树藤位置 从而触发陷阱 而且大表姐也是在树藤位置下方的干树叶内放了一些食物当诱饵 这般的操作之下 想必会大大的提升打野的成功率吧 做完这些之后 大表姐便回家吃饭了 准备明日再来查看陷阱 毕竟大型野兽一般喜欢夜间出没 等待了一天的时间 随着太阳慢慢地升起来后 大表姐那时戴上了弹弓和打野刀便回到了山林之中 一番搜寻之下 大表姐可是激动地发现了打野陷阱被触发 不过上前一看的情况下 竟然发现陷阱之上空空如也 但是仔细地查看后 确实又发现了长木刺之上可是有大量的血迹 这必然是击中了野物 于是乎表姐赶紧地循着血液的痕迹 在四周搜寻了起来 果不其然 在大表姐沿着血迹搜寻了不到20米的地方时 发现了一头巨大的野物一动不动地躺在了地面之上 这可是把大表姐给高兴的 赶紧地就上前查看了起来 这似乎是一只迷路 又有些像是山羊的感觉 不过当大表姐将它拖到开阔地带之后 才算是真真切切地看清楚了这只大家伙 这可是一只超大的迷路 估计怎么着也得有个六七十斤群 实在是巨大无比 由于鹿角看起来只有一点点的高度 为此刚才大表姐一度以为这是一只野山羊 没想到竟然是一只迷路 在当地迷路可是允许捕杀的 而且价格可是要比野山羊高上不少 却可是把大表姐给高兴惨了 有了这只迷路的话那绝对能卖出一个好价钱的 想到这里大表姐可是激动惨了 赶紧地收集了树藤过来 将迷路的四肢按照两只为一组地绑在了一起 毕竟这样的话 大表姐便可以借助两两绑扎好的前后筒 直接当作背包的两根背带将迷路背起来 这操作要是被昆昆看到的话 搞不好还会说大表姐是在模仿她的背带哭 好在大表姐可是没输中分 不然还真说不清了呀 这只迷路实在是太大了 即便是长期打野的大表姐 那也是背着走了半个多小时就得好好地休息几分钟 实在是太累了 不过这一切的累那都是值得的 因为只要大表姐将其拿到山下 送到市场去出售的话 那最低也得有个几十美刀去了 要是遇见爱好这一口的人 估计上百美刀那也不是没有可能 想到这里的话 大表姐浑身便充满了力量 那是腰部酸了腿不痛了 走路也有劲了 背着极品大野物又开启了新的回家之路啊 左的大表姐可以说是风光的很 捕获到一只大麋鹿直接卖出了天价的消息 那是在村里疯传了起来 一个个的都羡慕不已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他们在羡慕大表姐的时候 大表姐已经早早地来到了山上的竹林之中 对着一处树林下方的大洞探查了起来 因为这可能是一只大竹鼠的鼠洞 不得不说 这真是比你优秀的人还在努力 比你富有的人还在拼搏 光是羡慕有个屁用啊 还是得找准方向 抓住时机 实干才是硬道理啊 为了能够有机会捕捉到那个巨大的鼠洞内的竹鼠 大表姐可是先收集了不少的树皮 并且将树皮的内层给扒拉了下来 这些树皮的柔韧性极佳 短时间内用来当作绳子那是足够了的 另外 大表姐还搞了一根长木棍 将其一端固定在地面之上后 另外一端直接卡在了砍出凹槽的大树身上 并且采用了大量的树皮进行绑扎 绑扎好之后 便可以借助长木棍弯曲之后的回弹之力 作为捕捉竹鼠的主动力 大表姐先是在洞口好好地调试了一番位置 以确保回弹式不会处理偏移的情况之后 便在鼠洞口处敲击下了一根短木棍 借助短木棍和旁边的竹子后 又在它们之间绑扎上了一根短竹子 这部分的绑扎必须牢固可靠 否则便可能出现被形变的长木棍拔起来的情况 处理好这部分装置后 大表姐又在长木棍末端绑扎上了一根树皮 并且将长木棍拉弯 拉下去调试最为合适的弯曲位置 一番来回的比划之后 最终确定了弯曲位置的大表姐便要开始处理触发卡条部分 这部分可以说是整个打野装置的灵魂部分 只要竹鼠一旦接触到触发卡条 打野装置便会被触发 洞口的绳套同时被拉扯起来勒住竹鼠 可以说是一点错都不能出现 哪怕是漫上的半秒钟 竹鼠都可能逃走 为此 大表姐在这一步的布置之上那是煞费苦心 足足地花费了两分半的时间 才算是将陷阱布置完毕 随后还是老规矩 布置好的陷阱必须进行一番测试才行 于是乎小木棍便充当起了竹鼠的角色 只见木棍在触碰到触发卡条的一瞬间 整个打野陷阱就直接启动了 一瞬间小木棍便被勒住拉了起来 这样的打野陷阱呢绝对是十分成功的 完事之后 那自然是要将陷阱给恢复了 而且大表姐还在竹鼠的洞口布置了很多竹子 这样的话竹鼠一旦想要出来 那必然是要碰触到中间的触发卡条的 可以说是路过这道陷阱的话 那大概率是会实现少走半辈子弯路的梦想的 为了让竹鼠更快地出来 大表姐还在竹鼠洞口前段的泥土下 放置了一些炒玉米作为饵料 最后便在一旁悠闲地坐着 等待着竹鼠的出门 不过这一等可是时间不短了 估计是大表姐刚才布置陷阱的动静太大了 搞得表姐睡醒了又睡过去 竹鼠都还没出来 不过在又过了半个小时之后 随着一声巨响 打野陷阱那是直接弹射起步 一瞬间便见到一道黑影随着绳套飞舞了起来 而大表姐也是立马便被这声音给惊醒了 赶紧地上前查探了起来 好家伙 只见一只得有三斤多重的极品大竹鼠 那是直接被绳套给勒住了脖子 可是把大表姐给高兴惨了 毕竟这般极品的大竹鼠 上次抓到的时候呢还是在上次 这样的大竹鼠 它的肉可是肥美得很 可以说是极致的野味之一的 大表姐那是迫不及待地便拿上了打野刀 直接将大竹鼠身上的树皮给割断了 随即滴溜着大竹鼠的尾巴 看着肥瘦的竹鼠 那嘴角的泪水是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想必今儿这一顿竹鼠大餐那是少不了的 想着想着 大表姐便迫不及待地带着竹鼠下山了 当然别以为大表姐只会打野 其实大表姐在种田一道之上那也是十分厉害 眼前的这一片翠绿那可了不得 这可是大表姐的汗道 现如今已经是抽到碎的时候 为此大表姐可是把这里当成了第二个家 时不时的就得来住上个半天的 以防止有着其他动物来偷吃豆腐 而大表姐手中的过节之上 便是上一季收获的汗道产出来的大米 这可是大表姐最为喜欢吃的主食之一了 将大米清洗之后 便可以加入到小黑锅之中进行烹煮 作为大表姐今日的餐食 趁着煮饭的时间 大表姐还美滋滋地搞了一颗菠萝出来 在打野刀的咔咔就是一顿造之下 便搞出了一盘水果来 最后的这一餐便是香喷喷的大米饭 搭配上甜滋滋的菠萝了 午餐虽然简单 但是对于看守盗补的大表姐来说 那吃的还是极其开心的 不过这一顿少了一些肉食的情况下 大表姐自然得考虑在下一顿餐食之中 添加一道肉菜 于是火 大表姐可是换了一套方便打野的衣服 在附近的竹林搞了不少的竹子 准备制作竹子打野陷阱 利用打野刀将竹子砍出了 三节七零米长的竹筒后 大表姐又在竹子的侧面搞起了开孔的工作 并且在竹子立面之上砍出了一片平整来 这样的话放置在地面之上 才不会出现滚动的情况 一番操作之后 大表姐可是先后将三个竹筒都给处理好了 并且仔细地检查了一遍 以确保没有瑕疵后 大表姐这才收起了竹筒 这一次大表姐布置陷阱的地方可不是在山林之中 而是在这汉道道田内 这个时候的稻碎开始慢慢地上僵了 也因此极容易引来鸟类的偷吃 尤其是殃鸡一类的鸟 大表姐先是选择了一块平整的地面 将三个竹筒放了上去 接着又在竹筒两侧 依次地敲击进去了四根竹签 其中两边的两根较高 中间的两根较低 并且两端的两根竹子至上 卡上了一根水平方向的竹条 并且绑扎牢固 最后大表姐还拿出了一根细绳子 在绳子末端打上了一个绳套 随后将其给绑在了竹筒孔洞的正下方 而绳套部分则是在穿过竹筒上的孔洞后 放在了竹筒内部 这个时候大表姐还必须将绳套调整好 让其沿着竹筒内壁布置起来 这样的话一旦鸟走进去 奔跑时便会被绳套勒住 为了让鸟走进竹筒内的盖力增大 大表姐先是在竹筒两侧布置了不少的竹签栏目 接着又收集了不少的杂草 布置在了竹签的两侧 这样一旦央鸟经过这里 便会有极大的概率进去竹筒内 布置好陷阱之后 大表姐可是躲在了七八米开外 用草丛伪装了起来 此时的她使出了独门绝技 口中开始发出了奇特的声音 这声音可是不一般 是一种专门吸引羊鸡的声音 而随着大表姐不断地发出声音之后 不多时候 一只羊鸡竟然真的被吸引了过来 羊鸡也是神奇 竟然还真的就这么地冲进了竹筒之中 奔跑时便被绳套给勒住 见状的大表姐那是三步并做两步 直接施展起了老鹰抓小鸡的身法 当场就将羊鸡给抓在了手中 虽然这只羊鸡的个头不大 但是考虑到这家伙可是有祸害盗骨能力的 大表姐还是决定先将其给收了 不过随后的一段时间内 确实再也没有羊鸡的到来了 可见这种鸟类警觉性可是不低 大表姐见状也只得将打野陷阱给拆了 毕竟这一操作下来 估计其他的羊鸡短时间也不敢出现了 虽然是收了羊鸡 但是个头实在太小 肉也没啥 大表姐还是换了一个地方将羊鸡给放了 至于吃肉的事 那只能换个方向了 不上山的话 那么就得下水才行 相较于上山打野的难度来说 捕捉河鱼可以说是要简单不少 而且这两天天气可是极其的炎热 在河边捕鱼可是凉快的一笔啊 为此 大表姐那是带上了特殊的鱼饵来到了河边 并且砍来了几根树枝 准备打造一个全自动钓鱼装置 选择了一处极佳的位置之后 大表姐先是将长木棍一端削尖了脑袋 这样的话才能稳稳地插入到水底淤泥之中 随后则是将短的一根木棍插入到了另外一侧的水底 拉扯长木棍上的鱼绳之后 大表姐可是好好的估算了一番自动钓鱼装置的卡槽位置 这个位置的计算可以说是十分的重要 既要考虑长木棍有着足够的弹性形变 又要确保卡槽位置不被河水淹没 做完卡槽又在雨绳之上绑扎上一根触发卡条之后 大表姐便尝试着将触发卡条卡在了卡槽内 看起来效果应该是十分不错的 之后大表姐这才拿出了准备已久的极品钓鱼饵料 一颗颗飞缩的蛋白质如虫 这种虫子的蛋白质含量可是不低 当地人喜欢用油炸的方法烹饪 吃起来那是嘎嘣脆鸡肉味 不过却是被大表姐奢侈的用来当作了钓鱼 布置好自动钓鱼陷阱之后 炎热的天气下 大表姐直接坐在了凉意满满的喝水之上 一时间可谓是十分的舒适 这人一旦舒服起来 那基本上就是想躺平的 大表姐那也是不出意外 直接就在一旁瞇了起来 不过正当她一只脚刚踏进梦乡的时候 自动钓鱼装置却是一下子就弹了起来 而且尾部还挂着一条鱼儿 这一下可是直接将大表姐给惊醒了 看着眼前的鱼儿可是高兴得很 直接上手抓了过来 仔细地查看了起来 大表姐这自动钓鱼装置那是真的不错 首站便是一条大罗飞鱼 可是把大表姐激动地手舞足蹈着 毕竟今儿的晚餐那是有了 而且还是一条大鱼 有了收获的大表姐也不贪心 收起罗飞鱼后便离开了吊点 来到了岸上之后 开始清理一块地方出来 准备就在河边烹饪罗飞鱼 毕竟炎炎夏日 在河边吃饭的话 那绝对是十分凉爽的 大表姐先是拿出了带来的镰刀 先是对着罗飞鱼的鱼鳞发起了进攻 将这条一斤多的罗飞鱼鱼鳞 那是刮得一片不剩 这样吃起来的话 口感才是最好的 由于新鲜的芭蕉叶很容易破碎 略微地将芭蕉叶烤一下之后 这样的芭蕉叶在柔韧性上便会好很多 将清理干净后的罗飞鱼 放置在芭蕉叶上之后 大表姐又将附近收集来的一些野菜 和香料搞醉放在了罗飞鱼上方 这样的话一来可以去除罗飞鱼的腥味 二来则是可以吃到这些富含维生素的蔬菜 至于罗飞鱼的烹饪方法 那还是当地人最为喜欢的包烧做法 芭蕉叶包烧罗飞鱼 这种烹饪法的好处便是鱼肉细嫩多汁 比起烤鱼来说口感上会更好 等待鱼肉成熟的过程可是漫长的 但是为了吃到美食 所有的等待那都是值得的 最后经过了半个多小时的包烧之后 大表姐那是迫不及待的 一层一层地将芭蕉叶给打开了 随着芭蕉叶的打开 一股子极致的香味直接扑面而来 而大表姐也是直接开启了她的荒野大餐 将一块块软嫩多汁的鱼肉送入到了口中 充分地混合着香料的鱼肉可以说是香甜可口 吃的大表姐那叫一个美滋滋 不到半分钟的时间 就将这一条罗飞鱼的面给吃完了 很快地又开启了了B面的吸力 一分钟之后 大罗飞鱼便只剩下了一根竹骨 不得不说 大表姐的食量那是真的不一般啊 休息了一晚上之后 索尔美滋滋吃上包烧鱼的大表姐 今儿可算是上山了 主要原因还是昨天的肉没吃够 今天打算来到山林之中搞点野味打打牙记 而大表姐今儿带来的打野神器可是不一般 竟然是钢猪弹弓 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倒霉弹 在一番搜寻之下 大表姐似乎是发现了远处的树上有东西 不过这第一发貌似打偏了 这对于大表姐来说还是比较少见的 于是乎第二发钢猪直接飞射而出 一时间只见到树上一只未知的生物跌落了下来 不出意外的 这还是被大表姐给送走了 随即 大表姐快速地来到了猎物掉落的位置 好家伙这竟然是一只大松鼠 可是把大表姐给高兴坏了 当即就收下了它 不过随后的半个多小时里 大表姐可是没有了新的猎物发现 但是倒是遇见了一棵开满了花朵的树 这种树的花朵可是一种极佳的食材 大表姐也不上述摘取 而是直接就在地上捡起了掉落下的比较新鲜的花朵 最终足足地搞了一大一豆 这才离开了这里 今儿的这顿餐是不出意外的花 便是这只大松鼠和一大堆的花朵 大表姐先是收集来了不少的木材 将其放在了平整的石块之上 准备在这个位置生火搞野餐 毕竟这里距离水源也就只有几米的位置 可是方便得很 随后 大表姐先是好好地给松鼠做了个检查 确定外观上没有什么病变后 大表姐便开始处理起了松鼠的毛发来 利用炭火制烤之后 便可以比较容易地将松鼠的毛发给脱下来 这不 不一会的功夫 这只松鼠便只剩下了一些细小的毛发 再在炭火上灼烧一下 这些小的绒毛便会被彻底地清理掉 随后大表姐便将松鼠拿到了水边 先是好好地清洗了一番 将烧焦的鼠毛以及松鼠的内脏给去除掉 接着又将松鼠拿到了芭蕉叶上来 开始在上面切割出大量的花刀来 这样的话一来是一会处理松鼠时容易入味 二来是烹饪起来更容易熟透 本以为大表姐除了松鼠外只有花朵时 没想到她带来了不少的葱姜蒜和辣椒 不愧是打野女王 野炊也是十分的讲究啊 之后大表姐可是将松鼠直接给送到了竹筒内 并且将葱姜蒜辣椒 以及大量的黄色花朵蟹都塞入到了竹筒之中 最后放入到了火堆之上 利用竹筒隔着火源进行烹饪 这样的烹煮方法 所需的时间可是不短 暴热的山林之中 守着山泉不用那简直是犯罪 这处水坑的位置也是极佳 上游的山泉水刚好落在这个位置 水深大概有个半米多深 泡澡简直不要美滋滋 为此 大表姐那是直接嗅起了美被 美滋滋地泡在了山泉水之中 感受着无比痛快的凉意 美美地泡了一个凉水凿好 竹筒那边的烹饪时间也是差不多了 打开竹筒盖后 里面的香味可以说是十分的诱人 而大表姐则是快速地将竹筒取了下来 把里面的松鼠给倒了出来 随即开启了今日份的荒野松鼠肉大餐 松鼠肉十分的美味 在搭配上带来的大米饭 一凉一热可以说是搭配的香得益彰 吃的大表姐那叫一个美滋滋的 毕竟在舒舒服服地洗了一个澡之后 又能吃到极品的美食 我想这绝对是每一个荒野求生者 都希望在炎炎夏日里面能够过上的日子吧 爽啊 本期大表姐开局便是暴击 直接展现完美身材与力量的结合之美 手握战斧的她 那是对着超大的棕榈树劈砍了起来 打算搞一颗棕榈树芯吃吃 最终历经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切换了36118种姿势 也就是传说中的阿威18式 并且挥舞了7749下暴击 最终总算是将棕榈树那鲜嫩的树芯部分给劈砍了出来 这种棕榈树芯含有大量的淀粉以及糖分 既可以少量的生吃 也可以磨成粉末将里面的淀粉给提取出来 味道十分的不错 可以说是一种大自然的馈赠 而像大表姐手中这般粗细的极品棕榈树芯那还是比较少见的 一般能有这般的一半粗细 那已经是十分的不错了 为此能够收获到如此粗壮的棕榈树芯 大表姐可是开心得很 美滋滋的将其砍断之后 直接抱在了怀中 来了一招怀中抱妹杀的感觉 不过光有蔬菜没有肉 那哪里能够维持大表姐的地的呢 为此 次日的时候 大表姐可是换上了她的打野战袍 并且戴上了公母 直接来到了山林之中 接着势必要好好地搞上一两只野物美滋滋的打打牙记才行 大表姐先是对着一棵年轻的棕榈树动起了手 毕竟砍出来的树芯味道真是没得说 这里可是一棵年轻的 估计口感会更加的细难 大表姐自然是不会放过的 毕竟陷阱这些早就布置好了 剩下的时间等着也是白等着 不如搞点食物来得快乐 在收集到一根棕榈树芯之后 大表姐便开始前去收取竹甲子了 这一次她可是布置了不少的成品竹子陷阱的 这种竹甲子主要是用来捕捉眼前的这种山蜀 这不第一个和第二个甲子上 那都是稳稳地命中了一只大山蜀 可是把大表姐给高兴惨了 而第三个竹甲子之上的山蜀那就更加肥瘦了 简直像是一只小兔子一般 实在是肥美得很 三个甲子命中三只山蜀 这样的运气实在是太厉害了 不过大表姐今儿的运起来就像是窜息 纸都纸不住 不仅是第三个甲子中货了 就连随后收取到的第四个甲子和第五个甲子之上 那也是没有一个是落空的 并且还都是极其肥瘦的山蜀 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啊 最终将所有的山蜀甲子收取完毕之后 表姐可是搞到了一大堆的山蜀 而大表姐也是调皮的开始将每一个甲子都布置在了地面之上 这是要好好地展示一番自己的打野成果的节奏啊 不仅如此 完事之后大表姐又将山蜀一一地取了下来 最后整齐地摆放在一起 说什么一家人就得整整齐齐地在一起才行 顶呱呱我直呼顶呱呱 那真是鸭子头顶站青蛙 大表姐这还真是杀鼠珠心的节奏啊 真是得罪了谁 那也不要得罪大表姐啊 最后大表姐还将所有的山蜀放置在了几张大树叶之上 好好地包裹了起来 想必拿回家之后 那必然又是一道经典的美食了吧 美滋滋地吃了一顿山蜀大餐之后 大表姐那可是意犹未尽 于是乎次日又上了山 大早上的上山有个好处 那便是虽然是夏日 但是气温不会太热 而且山泉水也是极其的凉爽 即便是斜刘海的发型 那也是不会激汗的 这样的发型对于大表姐来说还是很少见的 毕竟平日里因为天热 干活容易出汗 她直接露个大额头 来到丛林之中 大表姐选择了一处不错的位置后 先打造的陷阱是一组绳套陷阱 绳套陷阱的布置 大表姐可以说是驾轻就熟了 借助长木棍腰椎肩盘突出的力量 在回弹的时候便可以将绳套给低了起来 而触发平衡卡条的猎物便会被绳套直接勒住 最后被吊起来 布置好陷阱之后 大表姐还是照常的采用了木棍测试了一番陷阱 以确保这样的打野陷阱没有问题 最后才重新的将打野陷阱给恢复回去 并且还在陷阱周边布置上了很多的木棍 同时又在陷阱进口处留下了一道通道 这样的话猎物经过这里时 便有着极大的概率走进陷阱 当然陷阱处还需放置上诱饵才行 这一次大表姐可是拿来了好几根的香蕉当作诱饵 香蕉诱饵可是野猪啊猴子啊 这一类野物的食物 随后大表姐又继续地在附近寻找合适的位置布置陷阱 原本是计划继续打造神套陷阱的她 在看到这一处树木时却是有了新的注意 这是一棵带有弧度并且倾斜着向上生长的大树 看着弧形凹槽位置处 大表姐那是灵感爆炮 准备设置一种号称是断头台的打野陷阱 打造断头台打野陷阱的话 首先必须得在树木两侧固定两根立柱才行 接着还需在两根立柱顶部架设一根横梁 这可是断头台陷阱的受力感 有了受力感的话 那么力量的来源自然也是不能少的 而眼前的这块巨石的重力便是力量源泉了 大表姐先是利用敲碎了的竹子作为绳子 将石块给绑扎好 并且尝试了一番石块的重量是否足够 在确定重力足够大之后 便将石块搬上了树上 并且增加了一组敲碎的竹子作为另外一根拉绳 拉绳其实也是断头台的攻击部位 借助吊起来的石块重力便可勒住猎物 当然 最为重要的点还得是平衡装置部分触发卡条的设置 将石块和拉绳提升到一定的高度 并且在中间卡上一个触发卡条 同时触发卡条和两根立柱组成的门架之间利用木棍卡住 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即可 一旦猎物触碰到触发卡条 石块便会向下坠落 从而拉动拉绳勒住猎物 看看大表姐的测试效果 那是相当的哇塞啊 经过测试无误后 大表姐先是将陷阱给好好地恢复了 接着又再拉绳两侧 分别放置上一根香蕉之后 整个陷阱便制作完成了 剩下的便是等待猎物上钩了 这一次 大表姐可是没打算第二天再上来查看 而是在附近找了一处距离水源不远的地方 先是搞了一个芭蕉树叶庇护所 毕竟中午的太阳实在是太大了 热得发慌 看看大表姐就连斜刘海都给收了起来 长库那也是直接不要了 一时间变凉快的多了 而且还在周围砍来了一两根竹子 准备将竹子敲碎之后打造一些捕鱼竹笼 毕竟就在水流旁边 要解决中午饭的话 那么捕鱼的话绝对是最为有效的办法 大表姐打造捕鱼竹笼的方法也是很有创意 直接利用收集来的树藤 在一边敲碎的竹子上编织起来 这样的话便可以快速高效地打造出一个捕鱼竹笼来 不得不说 大表姐这鱼笼打造技术那真是屁股上挂猛虎 有一定水平啊 剩下的竹子 大表姐可是如法炮制 最终一共制作了三组捕鱼竹笼 效率那是高的吓人 拿上捕鱼竹笼之后 大表姐便来到了附近的溪流之中 开始搜寻起合适的位置 布置捕鱼竹笼 由于这种捕鱼竹笼是没有设置进口大出口小的竹鱼口的 为此布置时需要将其放置在水流由高到低急速流动的位置 再加上利用石块在进口处设置一道到八字的蓝水口后 一旦鱼儿流过此处 便有极大的概率被冲到鱼笼之中 先后将三个捕鱼竹笼布置好 又在河边美滋滋地泡了一回凉水后 大表姐这才回到了庇护所 并且在一旁提前升起了火堆来 这样的话 一会收取到鱼儿后 便能直接碰饪了 美滋滋地在庇护所内睡了两个多小时后 大表姐那是睡爽了 不过火堆也烧得差不多的了 好在还有不少的木炭燃热 不然还得重新生活 随后的大表姐便沿着溪流来到了鱼笼放置位置 当她将第一个鱼笼收起来后 立马便看向了笼内的渔获情况 似乎还不错的样子 将鱼儿倒出来之后 可是有着三四条四五厘米长的西石斑 西石斑的个头一般就这么大 但是味道却是十分的鲜美 这可是让大表姐迫不及待地开始收取第二个鱼笼去了 这个鱼笼内一共倒出来的三条西石斑 比起第一个鱼笼要略微差一些 主要还是在于这几条西石斑的个头要小一些 至于最后的一个捕鱼竹笼吗 一看大表姐满脸的笑意就知道 肯定是不错的 不过当大表姐将鱼货倒出来之后 没想到竟然只有一条鱼 但是再看看 好家伙 这条西石斑实在是巨大无比 怪不得大表姐那么开心 收取到鱼货 又将鱼笼重新放置回去之后 接着拿上了竹签将这些西石斑一一的串了起来 估计是搞烧烤的节奏了 不过原以为大表姐是单独烧烤 却是没想到她又将所有串起来的鱼儿 夹在了一组竹条之上 这样烧烤起来的话 西石斑才不会出现变形的情况 不得不说 大表姐这一手烤鱼的功夫那是相当的乐得呀 经过一番烤制之后 一整串的西石斑耐烤的叫一个焦香四翼 表皮之上的鱼鳞都烤出了爆炸的感觉 十分的诱人 而大表姐则是拿出了带来的大米饭 搭配上西石斑吃了起来 而且为了吃起来更加有味道 大表姐还带了不少的野山椒 这样的荒野大餐 那真是极致的享受啊 美美地吃了一顿大餐 在好好地休息了一晚上之后 第二天一大早的 大表姐便开始前往布置的陷阱处 查看起了陷阱来 可惜的是第一个绳套陷阱处 虽然陷阱被触发了 但是绳套却是不翼而飞 这必然是勒住了大型野物 但是野物的力量太大 直接扯断了或者咬断了绳子逃走了 可是把大表姐给得气的呀 好在来到第二个断头台陷阱处 大表姐远远地便见到了陷阱之上有猎物 靠近一看 这似乎是一只幼泪的野物 而且个头还不小的样子 要是连上尾巴算的话 估计得有个一米多长拳 这下大表姐刚才的消失快乐可是又回来了 赶紧地拿出了打野刀 将竹子拉绳给割断之后 最后大表姐那是愉悦地提起了这只极品野物来 因为在当地 这种幼泪是不受保护的 允许捕捉的 为此 大表姐那自然是美滋滋地收下这只大货了 毕竟这样的猎物拿到市场上去可是不便宜 即便是大表姐那也是舍不得自己吃的 尤其是这还是一只品项完好的大家伙 但是完整的毛皮那绝对不便宜 有了这只极品好货的到来 大表姐那自然是不会继续留在山上的 而是快速地将其扛在了肩膀之上 准备下山出手 不过扛着猎物的时候 大表姐可是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声音 于是乎一路之上她可不得不小心啊 毕竟可是听说过不少关于黄皮子的神秘传说 虽然这只又不是黄皮子 但是万一也有类似的传说呢 不过幸运的是这一路都没有出现意外 但是由于这一次的极品野物被大表姐卖了 于是乎第二天的大表姐指的吃素了 而她的素便是各种野生的蘑菇 尤其是寄宗君为主 山坡之上那是长满了寄宗君 挖的大表姐那叫一个不易乐乎 不到一小时的时间里 就能够收获到大半被篓的寄宗君 这可不是哪里都有的 在我们这里 500克的寄宗君都到了100块 基本上是牛肉价格的两倍了 没想到在大表姐这里 那是随地可见的节奏啊 美滋滋真是美滋滋啊